弟兄姐妹早 楼上的弟兄姐妹早 这个临近圣诞节了 大家进进出出 买礼物送礼物 是不是很忙 忙的这个 为什么要过圣诞节 我们也多忘了 圣诞本身只有一位主角 那就是耶稣基督 圣诞是为了纪念 耶稣的诞生 那耶稣的诞生 是一个历史的世界 那耶稣的诞生 其实是关乎整个人类历史的世界 关乎耶稣诞生前 所有历史的意义 那也关乎耶稣诞生以后 所有历史的进程 人类历史 那有的人说 是英雄豪杰创造的 那也有的人说 是普罗大众谱写的 但是 我们思想一下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 历史的洪流 没有人可以阻挡 也不随人的意志所转移 历史的真正的主宰 其实只有一位 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这位造物主 他是宇宙的主宰 也是历史的主宰 那今天的经文呢 讲述的就是 耶稣诞生以后的一段故事 那这一段故事呢 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那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 宇宙万物的上帝 他对人有一个救赎的计划 而这个救赎的计划的核心 就是耶稣基督 那耶稣诞生后的这段经历 他就见证了 神的救赎计划 正在成就 而同时 我们也要思想 我们每一个人 如何应当回应 神的救赎 那这段经文呢 是记载在 马太福音的第二章 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那边是讲述 耶稣如何诞生的故事 在那地方 也讲述了 耶稣诞生的目的 耶稣诞生的目的 一句话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这个是耶稣诞生的目的 那从马太福音的第二章 一直到最后一章 二十八章 都是讲述 耶稣如何成就 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 所有的事情 那在上一个礼拜 陈牧师在这边 讲到这个 第二章的前半段 那前半段呢 陈牧师讲到里面 讲了 这个是耶稣诞生以后 耶稣降临以后 在当时那个社会 有几种不同的人 对耶稣降临的反应如何 那其中有一类人 他们是东方的三个博士 他们过来 向耶稣献上敬拜 那献上敬拜以后 他们在梦中 蒙神的使者启示 他们就回本地去了 那今天的经文 就是接着这么一段经文来的 那今天的经文里面 其实讲了 有三个行程 第一段行程 第一段行程是从 勃里恒 约瑟带着孩子和母亲 逃往埃及去 第二段行程是从 埃及又回到 以色列的地 那最后是去了 加利利地 那这三段的行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三段的行程 它是怎么来发生的 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话 可能太太小 看不见 没问题 我们会放大 就转到下面这个 那在第一点是 耶稣诞生及其成长过程 见证神的救助计划 正在成就 那这三段行程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段行程都是 主的使者 是神在梦中向 约瑟来指示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是神是行动的源头 是神发出指令 然后天使来执行 那这个一切都是 神开启 天使是执行 这个是也按照 神的计划的方式 来进行的 那同时在这段 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三段行程里面 最后 作者马太 都加上了一句话 怎么话呢 说要应验 祖籍 先知所说的话 那先知是传讲 什么信息的 先知是传讲 从神而来的信息的 那从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 神是信息的源头 神起誓先知 先知传讲 神是源头 这个是神起誓 先知传讲 而且先知传讲的 这些信息 是在耶稣诞生之前 几百年里面 早就被传讲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神 早就预定的计划 那借着耶稣诞生 就完全的 正在成就 那从 其他的经文 我们也知道 那耶稣 在彼得前书 一章二十节那边 是这么讲的 说基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个末世 才为你们显现 以弗所书 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说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 耶稣诞生 是神早就预定的 救赎的计划 是神早就计划的 耶稣诞生 就是神的计划成就 耶稣本身的 耶稣的诞生 本身也见证了 神的计划 正在成就 这是我们今天 要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点 是神的救赎计划 也借着相信者的 顺服来成就 那从 刚才我们读的 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有主的使者 主的使者 就是天使吗 参与在里面 但同时呢 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也让人 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来 那主的使者 是在梦中 启示约瑟 你看约瑟 他听到了 这个启示了以后 他怎么样 这边讲 约瑟就起来 夜街带着 小孩子和他母亲 梦中听到启示 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是完全的顺服 是立即的顺服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约瑟 是一个 相信神 信靠神 顺服神的 一个代表 一个典范 其实在当时的 以色列国里面 有一群人 是像约瑟 这样的人 他们是在等候神的 他们是信靠神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那我们从 其他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玛利亚 圣灵 天使向他说 圣灵要降在你身上的时候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造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当时有一位叫西缅的 虽然没有天使向他启示 但是当他看到 这个约瑟和玛利亚 带着耶稣 到圣殿去的时候 他看到耶稣 这个小孩子 耶稣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说主啊 如今可以造你的话 释放仆人 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 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们 以色列的荣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群里面 有一群真正等候神 信靠神 顺服神的人 那约瑟就是这一群人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代表 所以如果说 东方的三个博士 让我们看见 外邦人中也有 愿意敬拜神 相信神的人 那么约瑟就是 以色列民中 愿意等候神 信靠神的 一群人的代表 那我们呢 那今天 我们每一位 也在等待 主耶稿第二次的降临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等候主耶稿 降临的过程里面 那我们是 应当如何呢 我们是不是应当 效法像约瑟那样 做一个信靠神 顺服神的 第三点 神的救赎计划 也会遇到 低档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经文 为什么 约瑟要带着 小孩子和母亲 要逃亡呢 因为 十三节说 西律必寻找小孩子 要除灭他 这个是天使提前 告诉在梦中 告诉约瑟的 那事实上 在十六节说 西律就差人 将薄力痕里 并四尽 所有的男孩 凡两岁一里的 都杀尽了 那第三个部分 是二十节 是回过来说的 说因为 要害小孩子 性命的 人 原文是 人们是复苏 已经死了 所以 低档 神的计划的 有西律 还有 包括像 西律一样的 立场的人 那在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 当听到 耶稣诞生的 这个消息 的时候 其实 耶路撒冷 除了西律不安 那地方说 合成的人 耶路撒冷 也都不安 然后就把 这个祭司长 文士就招来 问他们 那 祭司长和文士们 他们知道 圣经里面指着 在薄力痕 这个米赛亚 要降生在薄力痕 但是 祭司长和文士 有没有动静 没有任何的动静 所以 要害 这个小孩子的人 在这地方 是复述 是告诉我们 包括了 其他的人 这地方也包括了 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们 因为 我们从经文里面 后来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在约翰 十二章那边说 众人应听见 耶稣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但是那些 法利塞人怎么说 他说 看哪 你们是徒劳无益的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他们怕什么 怕别人跟随耶稣 就没有人跟从他们了 在耶稣背定 十字架前 是怎么背定呢 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那边说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聚集在大祭司 称为该亚法的院里 大家商议 要用诡计 拿住耶稣 要杀他 所以可想而知 当时合成的 耶路撒冷的人不安 这些祭司长们 这些民 这些民间的长老们 他们内心也不安 因为他们也怕失去 失去他们的地位 当时耶路撒冷的人 合成的人都不安 那有些人是怕 失去他们的财富 有些人是怕 失去他们心中 那个宝贝的东西 因为人的心里 没有真正的平安的时候 他们就将外在的东西 当作平安的依靠 因为你内心 没有真正的平安 你就只能将 外在的东西 当作你平安的依靠 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可以使得 你外在的依靠 产生动摇的时候 你的内心就不会有平安 因为你内心本身 就没有平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跟 耶路撒冷的人的百姓 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不相信 真神上帝 如果我们不承认 耶稣是救主的话 并且让耶稣成为 我们生命的主的话 那么我们内心 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内心 不会有真正的平安 那像希律一样的不平安 就会临到我们 就会账管我们 所以抵挡耶稣的人 是所有一切 不相信 只要你不接受 耶稣主成为为你的救主 不接受耶稣是生命的主 那一定会成为 抵挡耶稣的人 其实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不就是像这些百姓一样吗 也是抵挡耶稣的 想一想 我们那些拜拜的 拜偶像的 到底他们在求什么 有的人是求富贵 有的人是求平安 那求了荣华富贵的人 当他真的有荣华富贵的时候 他再求 因为他求怕 失去荣华富贵 他要求 不要失去荣华富贵 他也要求平安 但是 能求得到吗 因为这些假神 这些偶像 本身也没有平安 也没有喜乐 所以凡事拜拜的 通常都是 越求越不安 因为平安和喜乐 是从神来的 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只有从神那边来 那同时我们想一想 那些我自己也是 无神论的 无神论其实本质上都是 以自己为最高标准 依靠自己 自己做主 自己做王 想掌管一切的事情 那事实上呢 我们常常发现 我们自己都靠不住 昨天决定的事情 有的时候 今天你就后悔了 昨天早知道这样 我不这样做决定 因为 环境在变嘛 世界在变 那我们的生命方向 也要变 生命的原来 所谓的生命意义 也要变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才明白 其实我们不是 自己在做主 实际上是 这个世界在做主 我们自己需要 随着外在的世界 改变而改变 我们 这个世界才是 真正做王的 我们不过是 这个世界的一分子 其实我们不过是 这个世界的有福而已 当周围的世界 有不安的时候 我们也就不安 人若不认识神 不仅仅是 合成 耶鲁撒人成的人 所有的人不安 而是整个世界 都会不安 因为除了 真正信靠神的人 有真平安 没有一个人 有真正的平安 那像西律 这些人 抵挡神的人 最后的结局 如何呢 其实刚才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结局 是说 要害小孩子 性命的人们 已经死了 死亡就是 他们最后的结局 每一个人是 都会死亡的 没有错 但是 抵挡神的人 死亡就是 最后的结局 是永远的成人 这个就是 抵挡的结局 那我们看 今天的这个 第四点 第四点是 历史 见证 神的救赎计划 一定成就 见证 耶稣 救死 救赎 作者马太 在这个地方 他 在叙述 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 虽然在讲 一个故事 其实是在讲 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 是 耶稣诞生后 这段经历 约瑟 带着 这个 耶稣 和 玛利亚 逃到埃及去 再从埃及地 上来 回到 以色列地 最后 落脚在 加利利地 同时 马太 引用了 三段 在旧约圣经 先知的话 那这三段 圣经旧约 先知的话 把以色列人的 历史 也给 概括了出来 引述了出来 因为 以色列人 历史 也 印证了 耶稣的经历 第一节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 这是要应验 主借先知 所说的话 说 我从埃及 招出 我的儿子来 这个是 和西亚书 十一章 一节 那地方说 以色列 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 招出 我的儿子来 那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历史 其实 对于 约瑟 带着耶稣 和玛利亚 到埃及去 从埃及 出来 这个是个 历史的印证 那神对 以色列 历史上的 救赎 也印证了 耶稣 就是 这一位 救赎 他正在 成就 他是真正的 救赎者 所以 从这个 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两段 历史的 对应 那以色列人的 历史 是 耶稣 后来的 一个预表 第二个部分 他引用的是 先知 耶利米 的话 那地方是说 在拉玛 听见 嚎啕 大哭的声音 是拉吉 哭他的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 都不在了 那当 西律王 把 伯利恒 城里面 以及伯利恒 四尽的 这些 婴孩 都杀掉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当时那些 母亲们的 嚎啕大哭 那为什么 马太在这地方 引用 先知 严利米 讲到了 两个名字 一个是 拉玛 那是一个 地名 一个是 拉杰 一个 这个是 人民 那我们 知道 拉杰 他是 以色列的 先祖 雅各 他所 钟爱的 那一位 妻子 那拉杰呢 拉杰的故事 记载在 这个 创世纪里面 当 他们 雅各 拉杰 回 迦南地的时候 拉杰 因为 难产 最后就 站在 靠近 伯利恒的地方 经常说 他去 拉法塔 拉法塔 就是伯利恒 那个地方的 路上 难产 他就 站在 那个地方 所以 拉杰 因为 雅各 是以色列的 先祖 拉杰 是 雅各 所 钟爱的 妻子 所以 在 这个 意义上 讲 拉杰 就是 以色列人的 母亲 当 所有的 这些 玻里 很 示尽的 孩子 被 西律 杀掉 的时候 用 拉杰 哭他的 儿女 来 表达 那 拉玛 是什么 地方呢 拉玛 是当年 以色列 南国 犹大国 王国 的时候 他们 被掳到 巴比伦 去 被掳到 巴比伦 去的时候 在中间的 地方 拉玛 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 如今的 集中营 现代的 在那个地方 先停留一下 然后再掳到 巴比伦 去 你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 王国民 被掳 又王国 在 拉玛 那个地方 当时 那个环境 大家 也是 一片的 哀嚎 所以 马太 用这个 经文 耶利米苏 三十一章 十五节 的经文 来表述 当时的 情况 表示 当时 在 玻璃横的 那种 惨状 悲痛的 情况 但是 马太 在这地方 引用 经文的 更重要的 目的 不仅仅 是为了 表示 当时的 悲痛 当时的 哀嚎 因为 耶利米苏 三十一章 是一个 非常有 安慰的一章 是非常有 盼望的一章 因为 在三十一章 耶利米苏 那边 整个的 这一章 是讲述 神要 与 以色列的 百姓 要立 新约 与他 自己的 百姓 要立 新约 在三十一章 十三节 那边说 我要使 他们的悲哀 便为欢喜 并要 安慰 他们 那在三十一章 三十三到 三十四节 是说 我要与 以色列家 所立的 新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 我的律法 放在 他们里面 写在 他们心上 我要做 他们的神 他们要 做我的子兵 我要赦免 他们的罪孽 不再 纪念 他们的罪 所以 所以 马太 在这个地方 用 耶利米苏 三十一章 的十五节 作为 描述 当时的情况 是有 深远 意义的 是要让 在绝望中的 百姓 看到 希望 看到 神的 救赎 因为 耶利米苏 三十一章 讲述的 就是 神的 安慰 神的 救赎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 十七节说 在拉玛 听见 嚎啕大哭的声音 是拉杰 哭他的儿女 在这个地方 我们 要看到 神的救赎 的盼望 我们要看到 神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所设立的 救赎 正在成就 那 在这个地方的 最后一个部分 马太引用了 一句话 他是说 这是要应验 先知门 所说 他要将称为 拉萨的人的话了 那个地方 也是一个附属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你在旧约 你是找不到 一句话说 他将被称为 拉萨的人的 那也就是说 马太在这地方 特别的是说 先知门所说 意思就是说 所有先知的信息 最后都是指向 这位 拉萨的人 耶稣的 是所有先知的信息的 中心就是 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 那耶稣基督 是如何来成就 这个救赎恩典的呢 神的救赎 是通过耶稣来成就的 那我们在马太福音后来的经文 在四福音书后来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看到 耶稣是如何来成就 这样的救恩人 主耶稣自己在 路加福音这么说 人子来为要寻求 拯救世上的人 主耶稣自己 把自己的使命 讲得非常清楚 那在 马太福音 另外一个地方 当 彼得 门徒 认识到 耶稣就是 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位 弥赛亚的时候 耶稣是这么指示 门徒的 他说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祭司长 门徒 许多的苦 并且 被杀 第三日 复活 那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 他是用自己的 性命 来成就 神的救赎计划 同时 我们看到 当主耶稣 成就了救赎计划 以后 那 这位 纳萨勒人 耶稣 也正是 所有的 门徒们 所传讲的 在 《使徒行传》 四章 十到十二节 那地方讲 你们众人 和以色列 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 面前的 这人的权余 是 因你们 锁定十字架 神叫他 从死里 复活的 纳萨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门 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 耶稣 就是 唯一的拯救 耶稣 就是 救赎主 这个是我们 今天信息的 中心 中心思想 神 是历史的主宰 神的救赎计划 正被成就 耶稣 就是 救赎主 我们一起念一下 好不好 神 是历史的主宰 神的救赎计划 正被成就 耶稣 就是 救赎主 所以 耶稣 诞生的故事 告诉我们 神的救赎计划 正在成就 那我们 怎么来应用 今天的信息呢 第一个应用 相信神的人 要效法 约瑟 成为神 救赎计划中的 器皿 今天的信息 告诉我们 神是历史的主宰 神在创世以前 就设立 耶稣 为拯救 那耶稣 道成肉身 他降世为人 并且 为我们的罪 被定在十字架上 三日以后复活 成就神 救赎的恩典 并且 也赐下应许 使凡愿意 相信的人 相信耶稣的人 也就是愿意 接待耶稣 到心里去的人 就有一个 新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 是永恒的生命 与神 永永远远在一起 那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 信耶稣 得永生的福音 那这是 宇宙万物的上帝 他为人 所设立的救恩 是主耶稣 是主耶稣 在两千年前 所成就的 那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在神的救赎计划 成就的过程里面 有天使的参与 那同时 也有人的参与 有信靠者 顺服者的参与 参与到神的救赎计划 中来 那我们 在两千年以后 我们如何 成为神的儿女的呢 不是在过去两千年里面 一代一代 跟随耶稣的门徒 将这个福音 传下来的吗 如果不是 这一代一代的门徒 将这福音传下来 我们听得到吗 听不到 所以 这一代一代的门徒 他们 就参与到 救赎计划中来 那我们 因着神的恩典 因着神的怜悯 我们 也成为他的儿女 那现在呢 挑战就是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应当 如何 在我们这个世代 成为神 救赎计划中的器皿 当然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 在梦中 被主 被天使来启示 但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圣灵的同在 有神 的同在 有神 本身的同在 那圣灵 给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 其实都是有带领的 都是有感动的 那除非 除非我们不听 那你就没有 因为 圣灵的同在 不是说 陪着我们 玩玩而已 一定是有带领 一定是有感动 那我们 有 有你就举举手 有你就举举手 好像 几乎 都有啊 我相信 一定是几乎都有 如果不是的话 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 哇 你像每一个人 都传了福音了 当然 你传福音 他不一定信 因为信与不信 那是神的时刻 那如果是这样啊 你如果刚才 没举手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你跟保罗一样 因为 在那个地方 已经没有福音 可以传了 你都传遍了 那你就要 好好祷告神 拆派你出去 做宣教士 因为 没有地方可以传 那或设呢 真的还有一个 其实呢 神恩待我们 我们在 核桃寺这个地方 在我们自己 这个教会 在过去的 这段日子里面 神不断的带人来 来到教会 我给大家 大概念一下 一个数字啊 在过去的 12个月里面 我们的新来宾 有多少呢 来一次的也算 超过200人 那其中 未信主的 有多少呢 根据登记啊 80多人 那我想 最少是80多人 因为有的人 他不写 什么都不写嘛 那中间 在我们中间 有信主的 有多少 30多人 其实我们说 传福音 不是说我光传一下 他一绝制 这个事情就完成了 而是要 陪着走一段 那这需要 跟进 一对一的跟进 那我 觉得 我们需要多少人 30多个人 在里面信主 而且我们看到 几乎每个礼拜 仍然有新人来 我们需要 最少 30多位 弟兄姐妹 来跟进 我这个时候 不是做广告 但是确确实实 邀请大家 你们要参与到 新人的 这个 迎新的 小组里面去 你们要参与到 木道班的 这个事奉里面去 其实呢 我巴不得 每一个人 我们其实 有轮流啊 都可以 参与到 木道班的 福士里面去 你们如果有 这样的心愿 你们就跟 中超 跟菲利普 来说 因为 传扬福音 是我们每个 基督徒的使命 我们要参与到 神的救赎 计划中来 当然 我们在 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见证 我们的主 我们要用 自己的行为 来见证 我们的主 我们在 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在每一个工作场所 在每一个 我们所到的地方 我们如何见证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说你们要 从耶路撒冷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我想应用在 我们每个人身上 从你的家里面 一直到 你所去的 每一个地方 包括超市 要做主的见证 第二点 不认识神的人 要接待耶稣 进入到神的救赎 计划中来 在这里 我也想特别的邀请 我们当中今天 有没有新来的 新来的麻烦 举下手 楼上有没有 没有啊 好像也有 OK 那我想着 要向这些朋友们 来分享一下 目前来说 你们 是与神的拯救历史 无关 还没有进入神的 拯救计划里面 但是 思想一下 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人生的方向在哪里 这是一个动荡的世界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信息 每天当我们打开报纸 进到网络 收看电视 收听电台 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一个 到处都充满了血腥的信息 都听到 有一些 未曾预料的死亡的信息 那在这个充满不安的世界里面 你内心有平安吗 那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藏落 死亡就是结束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答案在哪里 其实 我也是一样 倘若 我不认识耶稣的话 我与你一样 我没有答案 我的生命就像这种 漂浮的云彩 不断的飘荡 外面的世界改变了 我的方向就改变 外面的世界 起了变化 政策起了变化 我的人生道路 也要改变 因为我们本来 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的方向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每个人又生活在历史之中 那每个人今生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神创造我们 是要让我们与他在永恒里面 永远在一起 但是 因为我们的始祖犯了罪 我们的祖先的祖先 祖先的祖先犯了罪 所以这个犯罪的基因就流传了下来 我们不可以讲自己 我为什么长成这个脸呢 我为什么皮肤不长得白一点 因为你的基因决定的 我就比较黑一点 基因决定的 你要知道 人犯罪的基因 其实也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谁敢说 所以呢 使得每一个人不犯罪都不可以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其实这一句话一点不为过 不信我们拍着胸脯问问自己 如果你的良心可以作证 我们有没有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恶之中 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主耶稣是用自己的宝血拯救我们 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救恩 那 朋友们 其实我们的 进入神的拯救计划里面非常简单 就是你愿意敞开你的心门 将耶稣接待到你心里面去 那这是神的应许 他说凡相信他的 就有一个新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就是可以成到永永远远的 那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愿意 相信耶稣呢 你是不是愿意 现在就打开新门 接待耶稣呢 如果你愿意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觉得要等一等 那也可以 等到你有感动的时候 不要忘记 你要打开新门 让耶稣接待到你心里去 他就成为你生命的主 你就进到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去 那神的救恩就跟你有关系了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在创立世界以前 你就预定耶稣 要为我们道成肉身 并且为我们 舍身 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就救恩 让愿意一切相信你的人 与神和好 成为神的儿女 天父啊 这是如此奇妙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我们就把今天 在我们中间的 还不认识你的 这些朋友们 叫在你的手中 求你继续光照引领他们 向他们来说话 主啊 你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成人 但愿 有一天 他们的心门向你敞开 接待你 成为 他们的救主 成为他们生命的主 也归向你 我们谢谢你 愿你的旨意成就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